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日无恨就来到上水 来看看太平村这个车站吧 太平村位于上水市中心二南 附近是上水高尔夫球场 这村是1989年入伙 有四座楼宇 车站也是同一年落成 方便太平村的居民和去北区医院的乘客 车站特色是环境清幽又绿化地带 车站设计是平衡式 可以容纳三条巴线线使用 而车道位置比较阔落 不会阻止紧急车旅去使用 车站设施方面 有站长室 车长休息室 离雨停和座椅 和轮椅上车区 时长专用佳砖 当然不少得有行人过路 交通方面 如果想逛下沙陀角中英街 就可以坐途经上水广场的 78号系巴士前往沙陀角 而早上就有274线 途经吐露港公路 前往马安山烏溪沙站 如果要去荃湾上班上学 早上就可以坐27后P线前往余深广场 途经太平村总站 还有273号A线 前往附近的彩原村 如果要去粉铃南一带 就可以坐273号A线前往华明村 中途会途经逢迎仙冠 如果要去天水围一带 就有276A线巴士前往天行村 但是要留意这条线 是不会途经元朗市中心的 太平村 比起上水市中心一带 绝对是王中大政的区域 如果大家来到这里 一定要看看这棵 比起太平村年龄还要久的路容树 因为有机会见到 这一区的原居民 松树仔的 多谢你收睇今集 喜欢的朋友记得给个like 和订阅我们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